在選爸爸這個樣子 本來這個是要禁腹二毒的 國民黨是禁腹二毒 連在委員會都不討論 後來被發現之後 覺得說不行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是為了救謝國良 或是救了國民黨立委 怕被罷免 所以又退回去 那現在高金素美就把他排到說 這個禮拜四要來審查 但是高金素美 他把他排進去之後 他是招委 排進去之後 他就說那天 他有可能身體不舒服 不會出席 找徐宇貞來代理 好 那徐宇貞來代理好了 那我們民進黨在內政委會有六個 那現在國民黨也有六個 六比六 那本來有高金素美的話 那一定過 那高金素美說他不會參加 那現在關鍵一起是誰 麥玉珍 民眾黨的麥玉珍 那麥玉珍說他反對 對 麥玉珍說他反對 他是說他反對 反對國民黨的 反對提供門檻 因為他現在就是提供門檻 就是說你現在一定要 罷免的票數 同意的票數 一定要告過你當初當選的票數 朱立倫說至少要加一票 那可是這個朱立倫 他是這樣講 但是柯文哲他覺得說 他也反對 我至少聽到柯文哲講說 他反對提供門檻 但是他希望說 連署的說要嚴謹 不是 這是真反對 假反對 你看起來好像反對 你要說他嚴謹 嚴謹就是讓 其實讓也是變相增高 這個增加這個門檻 因為本來就是說 現在插入這個身份證字號 不用附這個身份證的影本 他現在要比照總統選舉報名法 要附這個身份證的影本 這其實也是增加了這個連署的難度 那變相增加的這個門檻 現象 一樣是把它提高的意思 就是說你不把它提高 但是變相 讓他這個連署變得很困難 好啦 那如果說朱立倫 他希望說這個提高門檻 那但是呢 民眾黨他覺得說 現在是反對的 那現在就看說禮拜四 那就看你投票了 就看那天投票結果 因為我們是禮拜三先有個公聽會 但是公聽會是過場 那會不會麥玉珍不投票 如果他不投票 就等於6比6 6比6 那6比6 我覺得那也沒辦法過 因為那個6比6 他就是這個 這個會僵在那邊 那如果說 麥玉珍已經講了 說他要這一個出席 而且他會提 他會投這個反對票 那我們就看說禮拜四 他到底會不會投這個反對票 因為就國民黨來講 他覺得說 你如果沒有提高 罷免這個門檻的話 不合理 但是我們想說陳柏惟 陳柏惟他那時候是 當選票是多少 11萬多票 然後2021年被罷免的時候 是多少 不到8萬票 7萬多票 7萬多票 就把他罷免了 那那時候我們有聽朱立倫講說 這不合理 怎麼可以用8萬多票 就把這個 這個陳柏惟 那陳柏惟就覺得不爽 對啊 朱立倫那時候為什麼不講說 為什麼8萬多票 就可以把陳柏惟11萬票 就把他罷掉 沒有 他那時候講說 這是鄉親的勝利 哇 這是民主的勝利 而且國民黨所有的這些 這個立委 黨主席 全部都下去 幫這一個 嚴寬衡 對不對 都是幫嚴寬衡 所以後來把他罷免掉 那時候他有講說 那為什麼8萬多 就可以把這個陳柏惟 這11萬多罷免掉 沒有 然後現在 他講說 現在要把這個 這個罷免 票數一定要高於 他這個 當初這個當選的票數 就雙標 這就是雙標 你在2021年的時候 你沒有提到說 這個為什麼8萬多 就可以把陳柏惟罷免掉 現在你就講說 現在不行 這個如果沒有比這個 你這當初當選票數高的話 這就不合理 這可見 朱立倫就是雙標 所以我們就要看說 這禮拜四就很關鍵 那到底是不是說 邁宜正會投下 這關鍵的一票 讓這個選報法 就是說這個胎死附中 那可能就這會期 就不會再討論 怎麼推測 我如果說 除非是像這個 他講說愛詐騙 還愛詐騙第一名 後來又趕了 其實我也不敢預測 因為他是愛詐騙 柯文哲是愛詐騙的第一名 可能還有變數 可能還有變數 所以到時候 因為還有兩三天 可能我認為還是有變數在 可能這兩三天 就看看柯主席怎麼樣講 會牽動麥玉珍的想法囉 但要請教一下冠婷 因為你看朱玉倫那個時候 怎麼樣罷免陳柏惟成功的時候 他說是台灣民主的勝利 但現在又說 你看十萬票當選 六萬票罷免合理嗎 對啊 對陳柏惟來講 合理嗎 公平嗎 那現在國民黨也說 你們當初民進黨 也要修選罷法 我們只是跟著你當初走而已 他們都等到並共 永遠事情可以反對來講的 對 罷免陳柏惟的時候 永遠不會講說 這有什麼問題 結果現在要直接修選罷法 我給大家看看他的邏輯 國民黨的邏輯很簡單 你們每一個人罷免門檻25% 票數少 我當選的票數多 票數少的不能罷免 票數多的 陳柏惟就沒辦法講了 當時陳柏惟的時候 什麼罷免掉的 這第一個 你沒辦法 致圓其說 第二個 現在是搞真的 現在他們真的要修選罷法 除了禮拜四 要直接進行審查以外 現在他們直接點名 他們直接講 永遠都這一招 國民黨的招式都這一招 你們以前民進黨的立委 也提過版本 為什麼以前可以現在不行 不是啊 我給大家看看他們點名 他們說 民進黨立委郭國文 賴瑞隆 在2022年3 4月提過選罷法的修法 不是啊 兩年前提案的時候 沒有任何國民黨立委要罷免 兩年前提案的時候 你也沒聽到哪一個 民進黨立委被嗆瞎罷免 當時太平盛世的時候 你國民黨有理過這件事嗎 沒有 結果現在是國民黨的立委 可能面臨罷免了 結果現在跳出來講說 哎呀你們以前支持 結果最幽默的地方來了 郭國文憲真說法了嘛 他提案這個版本 我認為是這樣啦 民意代表都可以討論啦 要提高或降低每個人一把尺 可是你怎麼可以這一屆的立委 提案修了之後 影響了你自己會不會被罷免的事情 所以當時調高罷免票數要高於當選票數 這個事情你沒有提高本屆的任期啊 就是你今天不能用自肥來延長任期嘛 所以我主張這樣子 國民黨今天如果這禮拜四要討論 你做一個附帶條件 說下一屆開始生效 我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哦 我們要不要提高罷免的門檻 讓台灣減少罷免 可以討論 哎呦另外一派都會不行 有人說不行 這公民的權利 兩派可以討論啊 你今天是為了你自己嘛 你想像狀況 禮拜四內政委員會在那邊舉手 說我贊成修選罷法 調高門檻的那一個人 就是可能被罷免的人 你這不是自肥嗎 我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你們要玩雙標 大家來雙標 當時啊 許智傑立委啊 曾經在3Q罷免案的時候 也提說啊 我們要不要把那個罷免能考 調高到35% 當時是民進黨完全執政哦 我們如果要搞 當時我們可以把門檻 把它拉過去哦 蘇貞昌院長回答說 很保守 沒有答應 可是當時國民黨是批什麼 他說你這滾動式門檻哦 陳博會被罷免 你們就要往上調高 我們沒有嚕過哦 個別立委有意見提出來 大家討論 可是最後沒有嚕過去 我們當時也是多數啊 所以比較一下嘛 我們當時多數我們沒有印度過去沒有自肥 現在國民黨多數國民黨路過去國民黨這屆立委要自己搞自己讓自己不會被罷免 這兩個差太多了嘛 那你還預測一下麥玉珍呢 麥玉珍哦 麥玉珍現在要看他聽不聽柯主席的話 如果聽柯主席的話 當天應該要不僅不是投那個不投票 應該要支持就是說不要 那柯主席現在跟黃總召一樣嗎態度 我感覺沒有很一樣 沒有很一樣 被問到這一題民眾黨現在也沒有批評 黃國昌也沒有大力批評國民黨啊 所以我等著看啦 希望麥玉珍要知道正確的選擇 所以請教東豪哥 因為黃國昌現在坦承說民眾黨是不推修法的 但他也沒有表態要不要挺綠哦 因為柯主席還下了一個伏筆說要怎麼樣提高這個難度啊 什麼之類的 民眾黨現在態度也是蠻奇怪的 不會啦很快就會清楚了啦 再反正兩篇嘛 舉手哦 不舉手 不舉手哦 不投票 啊不投票啊你沒有投反對票 那不是還是一樣小藍嗎 你還是跟我們投票啊 我不投票就不表態啊 我講我反對啊 但是我不投票啊 我不要挺男也不要挺綠啊 你又來又來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的數學還不錯啦 算一算是不是 我跟你講 關鍵為什麼柯文哲一定會 一定會想辦法不投票 數學問題 現在國民黨五十二席加兩個五黨籍嘛 對 五十四 民黨五十一嘛 只要有兩席被罷掉兩席補選 如果這兩席被民進黨拿走 民進黨變五十三 這邊五十四 減二變五十二 五十二對五十三耶 到時候 到時候國民黨就變少數囉 第一大黨變民進黨喔 柯文哲怎麼辦 柯文哲就必須要跟國民黨表態 他要回過頭來支持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變成第二大黨 如果 如果他不去支持國民黨 他就會被 國民黨說成支持民進黨 就是不表達 只要有兩席立委被罷掉 我們講葉原資嘛 後面第二個不曉得還不確定是誰 只要兩席立委被罷掉 兩席補選是被民進黨拿下來 柯文哲一定要表態 柯文哲只要繼續不投票 就會變成什麼 一投票就是民進黨贏 可是那個是後面的事啊 那是之後罷免的事情啊 所有的思考一定連同在一起 所以還過來講 當國民黨現在還可以壓得住民進黨 只要修選罷法 他只要不舉手 他還是關鍵少數 但是關鍵少數的戰略裡面 就是要能夠不表態 我才可以 我才可以藍綠左右逢源 一下子放話說要幫藍的 一下放話說幫綠的 我表態也是齊 我不表態也是齊 如果被民進黨拿成國會第一大黨的時候 柯文哲這個空間會不見 所以柯文哲現在跟你講說 他不只是選罷法對不對 他可能會叫他八票起來舉手嗎 很難 一舉手下去就擋住了 擋住了以後 柯文哲是第一個 可是柯文哲不會是唯一的一個 柯文哲內區補選誰機率比較大 大家朱立倫也好柯文哲也好都是數學家 再講一個基隆的為什麼 我剛才一再提醒大家 朱立倫跟柯文哲講的是一樣的話 為什麼 不只是因為謝國良是基隆市市長 朱立倫面子上掛不住 講到這一題 這兩個人的位置跟電視曝光度流量 最近都不是很 是不是都出來了 對 講基隆霸選的時候你會去問黃國昌嗎 當然是問柯文哲 柯文哲抓這個議題啊 這兩個人又開始了啦 這兩個人很悶啊 所以啊 你們剛才講說那個 林傳媒那個什麼詐欺排行榜 那趙孝康又很悶嗎 要不然他幹嘛最近也一直出來放話 也在搶未知啊 否則之前有他的份嗎 之前全部都看傅昆棋表演 黨主席嗎 沒有 之前都在看傅昆棋表演 我是說趙孝康呢 也許嘛 在看 那朱立倫最近的動作就開始越來越多了 為什麼 他要讓大家看到他是黨主席 我跟你講政治 為什麼有些人會被人家當他們詐欺集團 因為你所有算的一切是自己 為什麼要再去碰選辦法 保護下面的人啊 這就是幫派嘛 你說 朱立倫在講了所有的理由 當選加一 那你要不要回過台來看看 當年你怎麼講3Q的事情 就是 都是同樣一個朱立倫 國民黨 當自己站不住腳的時候 抓過去民進黨曾經提過的案子 來鞏固自己的立場 那你原來的立場是什麼 政治不是這樣子玩的啦 你真的要改變你的方向可以 但是你要講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 我不是拿你的對手出來 那個叫騙 好 所以請教逸川哥 那你看你自己覺得有沒有像剛剛東豪哥講的 柯文哲真的有數學那麼好 算那麼遠嗎 想到說外音葉文哲他們被罷免掉之後怎麼樣的變化 你看王國昌說他禮拜四已經跟傅崑奇聯繫了 說明民眾黨團的修法方向 這是附水組織嗎 你改黨團自己決定就好 你幹嘛要跟傅崑奇講 不是啦 這種就是回到那個包牌啦 像剛剛東豪哥說很油 可能那天麥玉珍不會去投票 會出席嗎 他也不一定會出席 不一定要出席 所以也是請假 沒出席又不用罰錢 這不是國民黨說什麼監察委員沒開會要罰錢 不用啊 立委沒去開會議員沒去開會 還沒發錢 那就卡在那邊了 那剛剛高清素美是他提到的人 他也不來 那這不就是一個假議題了嗎 對啊 不是假議題嘛 就是說現在因為 柯文哲他們現在就要包牌 所以他們採取了這個策略 他們開始現在變聰明了啦 就是說這條我告訴你國民黨 知道我的狀況 那其實對民眾黨來說 黃國昌講的話蠻有學問的 他說這不是我們的優先法案 他不是反對 他說這不是我們的優先法案 那如果是國民黨的優先法案 那到時候再看看 但是他們這個會議 並沒有要強推這件事情 因為黃國昌只要支持國民黨的版本 那黃國昌就要跟N年前他主張那個罷免啊 這個什麼相對 簡單多數 簡單多數的那個事情 他就要出來跟大家解釋 他連哨輕狂的時候錯了 現在這樣才是對的 但是這個這個其實現在的情勢看起來就是柯文哲唯一能夠再繼續來這個主導台灣政壇的方法就是那巴西要不斷的忽然間往左忽然間往右 我沒有看往右我就說他中間會往左而已 對就是說他現在因為因為我們現在在算這個都是62比51 就那個八旗全部算在62裡頭 沒有沒有懸念 可是柯文哲一定要把那62裡頭減8出來讓國民黨變54 柯文哲的八旗才有意義嘛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現在好像想要走這條路 可是黃國昌我看不出來黃國昌似乎就跟著傅君旗好像比較安穩一點 可是對柯文哲來說這樣子你民眾黨就是小藍的這一個標籤永遠都撕不掉